在1930年代 那由日本總督府的這個 這個山林課所建造的這個日式的木造的建築 提供當時的這個員工所住宿的宿舍 那本來林務局在90年代的時候 本來準備是要移轉給國產署 在地的這個居民因為 這個台灣有遊山 那加以這邊的這個 日本時代所建造的這個宿舍 它有相當的歷史的這個價值 所以居民們就陸續發起一些澄清或者是運動 後來林務局也就因居民的這個意見 然後就把這個區域給保存下來 民國95年的時候 由台北市政府指定為文化資產 所以後續林務局也開始進行這個調研 那並且編列經費來整修 那我們是分三期來修復 那我們在每一期修復完成之後 也把這個修復完成的這個場域 呈現歷史的正實性 那把整個歷史的脈絡可以藉由這些場域來做呈現 它也因為是在台北市區還目前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木造的這個建築 也呼應了我們現在的政策 就是我們推動台灣的國產木材的生產 提高台灣木材自給率 這樣的一個政策的脈絡 所以在這些場域呢 做為我們台灣木材的體驗 我們希望呢 透過一定程度的商業經營 但是它並不是目的 而是透過商業經營 把這些我們剛剛所講的台灣山林的這個文化 或者是生態的這些元素 把它給帶出來 打造這個新的台灣的林業文化園區 Platz 消化 000 9 2 3 1 3 4 5 3 4